再过30天 巴西里约奥运会就开幕了 不过周二却传出 里约的多个著名海滩上出现了罕见的超级细菌 这是继债卡病毒之后 里约奥运面临的最新风险 科学家们认为 这些超级细菌是经过医院的下水道进入里约的排水系统 最终流入海湾 研究人员历时一年的时间针对里约五处知名海滩的海水进行检测 从事这一研究的首席研究员表示 在沿海水域找到各种浓度的细菌 与水污染有高度的相关性 专家认为 超级细菌的扩散 也与里约的基础卫生设施过于脆弱有关 这些超级细菌究竟会带来多大风险 目前还不得而知 不过 里约市长周二表示